主料,牛奶一袋,巧克力两块,棉花糖一袋,苹果二分之一个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苹果一个,洗进去皮切丁,泡点水中备用,棉花糖一袋,牛奶一袋,巧克力两块,牛奶倒入锅内煮盘,将棉花糖全部倒入牛奶中香火慢慢煮,并不断的搅拌, 巧克力也一并扔到牛奶锅内煮,一定要小火慢慢煮,使棉花糖全部融化,整个过程都需不断的搅拌,准备好容器,在棉花糖全部融化后表明会有很多的慕斯,把液体过沙,倒入备好的容器内,把苹果丁添入容器内,盖上保鲜膜,放到冰箱中冷藏5小时以上,即可石油,烹饪技巧 一,一袋牛奶至少要用一袋棉花糖,否则不能承动那一袋棉花糖,除了被我偷吃一块,全倒进去了,二,棉花糖全部融化在牛奶中会形成很多沫子,一定要把沫子过滤出去 三,个人认为,不用填加水果更好,活动会更细腻,更香醇 四,巧克力是一定要加的,有巧克力才好吃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